好 主播各位觀眾可以看到好幾名消防人員 不斷朝鐵皮工廠內涉水灌救 昨天深夜11點多 新北樹林一間汽車修護工廠突然發生火警 由於現場是連動式鐵皮建築 火事從汽車廠竄出後 立刻延燒到鄰近兩間工廠 消防人員不敢大意趕緊布水線 阻隔火事蔓延 消防隊花了三十分鐘 好不容易把火勢撲面 發現工廠已經被燒得一片焦黑 裡頭的汽車更是損毀嚴重 被燒得面目全非 車殼零件也都溶檢 警消表示燃燒便機大約一百平方公尺 所幸當時工廠人員都下班 因此沒有人員傷亡 但詳細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以上是為您找我追消時 以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